大家好我是PonPon 本部影片來講一下 埃羅地區後期的那個配點 針對我們太陽晶晶未來之塔的部分 那我目前那個埃羅地區這邊是已經都通關了啦 然後正在那個西域探險當中 反正我們這邊就趕快來講一下 就希望大家埃羅後期可以輕鬆通關 重點的話大概就是有4個要點 首先第一個的話就是我們是移動速度先點 點完了之後是針對我們左右這兩個優先去點取 就是這個V字型的礦產的部分要先點 未來之塔它的材料啊叫做環燈石 就是我們這個紅色東西 紅色東西這個才是我們生未來之塔的材料 然後主要這些其他的石頭啊這個花崗岩 花崗岩的話是我們現代跟過去也都可以產能到的東西 所以最主要就是我們這個環燈石 左右這邊兩邊都點起來就我這一支牌的東西這邊要點 然後接下來之後呢我們全部直接往左下角這邊點取 左下角這個雷射內爆 他這個的話是把我們每個部件上限的等級提升至30級 如果最高的話可以來到90級這樣子 另一個是我們脈衝聚焦 這個是讓未來之塔的那個光速傷害提升20% 這個都很重要 我們再來看新字塔的部分 未來之塔如果你點到滿了之後啊 我們戰鬥的首回合是可以直接對敵人造成180萬的傷害 那再搭那個脈衝聚焦的話 這樣子基本上就是直接破200多萬的傷害打下去 這個給大家當作參考 為什麼未來之塔點滿了之後基本上就是來拚自霸的 因為可以讓你一些就是打不過的關卡很輕鬆的就通過了 那這邊給大家看一個紀錄檔 就是我在打那個過去之塔的時候啊 我這邊只要未來之塔升滿的 就直接全部直接碾過去就直接自霸了 這邊再來補充一下我打完那個現代使徒水壩的那個配裝 這邊給大家當作參考 那我自己目前最後一個裝備我是選德古拉斗篷 他這個有吸血率以及吸血效果 那搭配我們這個海王的三叉戟 三叉戟他重點是這個暴擊傷害 因為其實我這些配裝基本上就是拚爆傷的啦 那另外還有那個吸血效果也會有提升 這個算是做預防的效果 這樣子我攻擊如果有機率性吸血的話其實也吸得蠻多的 那實測下來是接近1萬左右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紀錄檔 雖然這個紀錄檔他目前是沒有觸發任何吸血就是了 那我們打完了那個水壩了之後就可以開啟通往西域的關卡喔 那至於其他未來之塔的配點我相信這個也沒難度啦 因為畢竟像我上一部影片已經有針對就是我們現代之塔跟過去之塔已經有做說明了 基本上只要有 類似的套路點這個完全不難 反正最後面只要都把它點滿就行了 重點的話就是剛剛那幾個我已經講過了 另外再搭配一些使徒的追擊判定 那我想正常的關卡應該都不難 但是像最後面倒數幾關 比方說像最後一關的水壩好了 那個門檻可能稍微就要高一點點 所以玩家們要稍微冷暖一下 但是我覺得埃羅地區可能過陣子之後有一些使徒的難度應該又會再下調啦 反正蝸牛的套路就是這樣嘛 你看像我們之前 華夏也調過了 美牛也調過了 英倫也調過了 所以我覺得埃羅如果之後要下修 就比方說真的有很多小玩家卡住了 那我覺得之後也是會調整的 影片最後面這邊來講一下金字塔剖析的部分 剖析這邊總共會有120關 那我目前都已經全數通關了 然後這邊來看一下等級 首先我的未來之塔這邊等級是蠻等的 然後現代之塔跟過去之塔這邊也都是蠻集合狀態 那至於裝備的部分像我上一部影片我也有講過 最主要是針對敵方的屬性來做判斷的 比方說假設敵人只有對空傷害有用 以及我們的魔法傷害有用 我們這邊的話就是稍微來做一點調配 因為畢竟我們屬性都全滿的情況下 唯一能夠改變的就只有裝備 那我強烈建議是說像我們的那個裝備的部分啊 就是有兩個是攻擊的兩個是輔助的 比方說像我這邊有裝甲高階嘛 他這邊是有機率性可以完美防禦 完美防禦的概念簡單來講就是閃避 只是因為他是建築物所以這邊寫完美防禦 然後另外一個是恢復速高階 恢復速高階我其實一開始我覺得他還好 可是後面其實我覺得他有的時候還蠻好用的 就是如果你那個關卡打比較久 其實我覺得效果還不錯 然後至於一下我上一部影片有提到的就是我們在過去之塔 可以獲得的這個指尖流殺這個功能 那這個功能我強烈建議是說 假設如果我們波速打到100波之後 我建議是把指尖流殺這個給拔掉啦 因為其實他也會佔一個裝備的空間 那後面如果你直接用跳過戰鬥非常容易倒牌 就是你要必須重新再探索一次我們才可以再玩金字塔波席 這邊算是給大家一個小小建議啦 因為其實後面如果拔掉的話會比較穩 那前面的話如果你為了要趕那個波速 那當然你這邊跳過戰鬥我覺得是ok的 因為後面這邊其實我覺得蠻容易倒的 就算是給大家一個建議 那我們整個金字塔的部分就已經講完了 然後最後面我們只要把120波打完之後啊 我們這邊會獲得一個信仰的貴重品 就是我們這個守護者揮積 他這個的話是指每升級一個瑪雅特石板 我們蝸牛的防禦力會加3嘛 但因為目前的版本來說瑪雅特石板他還沒有到特別強勢 所以其實我強烈建議是說假設如果金字塔波席打完的玩家 你這邊也拿到了這個 綠桂了嘛 那代表其實我們也差不多是可以到西域了 如果已經可以到西域就直接來西域掛會比較好 那等到以後真的瑪雅特石板變得比較強勢了之後 我們再來回來掛圖 我覺得也是ok的 因為目前來說其實我覺得 瑪雅特石板穿越的國家效益沒有到特別的高 與其這樣子我不如去探索新的地圖會比較好 那這個就是我自己個人的看法啦 那我們埃羅地區這個後期的影片就在這邊結束 往後那個國家特性的瑪雅特石板有在做任何的調整 到時候我們會再拍一部新的影片 然後再跟大家講解 那影片就到這邊囉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是PonPon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